大家好,今天要來介紹的是以前的蠟筆小星跟現在有什麼不一樣 在1990年開始連載的蠟筆小星現在已經跟 多拉A夢櫻桃小丸子一樣成為了家喻戶曉永遠不結束的人氣系列 但一開始在青年雜誌上連載的蠟筆小星是畫給大人看的漫畫 充斥著各種黑色幽默、黃色笑話、甚至是敏感議題 跟最近適合全家觀賞的感覺完全不同 那麼今天就來比較以前跟現在的蠟筆小星差在哪裡吧 首先是小星個性上的轉變 要知道初期的蠟筆小星有許多現在絕對看不到的激烈場面 比如說小星要負責把濃湯搬進教室 然後廚房阿姨就說濃湯很燙要小心搬 小星就把廚房阿姨的腳放進濃湯裡來確認燙不燙 結果就被扁到看不見前面 還有有一天廣志跟美牙在晚上要進行夫妻情趣的時候 小星就突然闖進來 廣志跟美牙就裝作在玩摔角遊戲等等 都不是現在星期六下午4點能播的內容 從這裡可以看出初期的蠟筆小星 是從一個幼稚園小孩的無知來衍生出笑點的 像是小星把保險套誤認成泡泡糖放進嘴巴吃 看到你你一位暈車想吐的時候 舉手跟老師說你你懷孕了之類的 正是周圍大人的反應跟小星的天真 造成的反差才讓我們覺得很好笑 但是最近的小星可以說是聰明的一點都不像幼稚園小孩 像是嘲笑媽媽的便秘吐槽別人等等 完全沒有當時天真的感覺還會像大人一樣發懶或是看氣氛說話 可以說是從一個無知的小屁孩變成了一個搞笑藝人 雖然我個人覺得一開始那樣比較好笑 但蠟筆小星現在是適合全家觀賞的作品 為了讓小朋友也覺得好笑 小星個性上的轉變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 接下來的不同就是電視節目的限制 因為受到教育團體的批評說蠟筆小星的某些內容 對教育上有不好的影響 小星的許多行為在最近已經完全看不到了 像是以前的小星會直接叫美牙現在改叫媽媽 還有大象之舞裝死遊戲屁屁潛水艇屁股臉 都因為怕小朋友模仿被禁止 美牙的太陽穴攻擊或是連續拳頭攻擊 也因為家暴問題現在都改成罵人之類的 還有最近人妖也很少登場 到底這些東西是不是對教育不好我是不知道 我只知道三個人妖跳甩蛋蛋舞很好笑 就是因為某些吃飽太鹹沒事幹的傢伙的主觀一見 蠟筆小星這部作品已經漸漸失去了原本的味道 那麼這基本上就是以前跟現在的蠟筆小星的差別了 還有一些有趣的小地方 像是阿呆一開始看起來比現在更呆之類的 雖然小星失去了出奇的小屁孩感 但正是因為有現在感情豐富的小星 才能做出像戰國大會戰 大人帝國 機械老爸那樣的感人神作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再見